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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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立生是谁 再加一天 直立生是谁 再加一天 我看你这样不够 你看 你要下去 我没有发症 因为你一直都没有改善 来 看那边 这两个数是谁的 不知道 不一定 不一定不知道 那你要怎么样才可以知道 我需要中间有几个数字 你需要知道它是一个 的几位数 来 写上去 你基本上 不是 第一章的第二页 第一章 2016 2016 3月29 329 329的第二页 第八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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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写上去 我需要知道它几位数 你这边点点点 你没有告诉我 它里面还有几个数字 你没有告诉我 我没办法判断 它们两个的大小关系 在这里 你怎么会需要找 你没有教吗 不是大家都一起教的吗 来 写上去 你还没写 赶快 在这里 把黑板那三个字写上去 三四点点点 三四五点点点 五六七 因为它不是最小 它还不是最小 等一下 它还不是最小 对 它是功倍数 可是它不是最小 好 这两个没办法比大小的原因 是因为它那个点点点 我不知道它里面 到底有几个数字 点点点不代表 就是三个数字 不一定 点点点可能是一个数字 可能两个数字 三个数字 好几个数字都有可能 所以 关键在 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几位数 其实关键在 不知道它是几位数字 那如果我告诉你 如果我告诉你 如果我告诉你 这个是一个 七位数字 这一个也是七位数字 请问谁的 还是不知道 没有错 为什么呢 我现在已经知道 它们两个都是七位数字 对不对 为什么它们两个还是不能比呢 既然它们两个都是七位数字 那代表我可以这样子写 代表我可以这样子写 三四点点点 然后 五六七 代表我就可以这样 排得好好的嘛 对不对 可以吗 因为它说它们两个 如果都是七位数 如果它说它们两个 都是七位数 我就可以这样摆得好好的 槐圈看黑板 它们两个就这样 可以这样排得很整齐 那为什么它们两个 还是不能比 那下面不能比 它们不能比的关键在哪里 都是三四 然后呢 这里 是不是知道 也就是在这里的等级 我不晓得谁大谁小 对不对 没得比 对没得比 还是没得比 因为我知道三跟三相等 四跟四相等 可是五下来这个数字是谁 你没有告诉我 也就是说 你真正在比大小 是怎么样呢 先把同等级的比完之后 比到 一直比到怎么样 你所谓的比大小 你所谓的比大小 是在比等级 写上去 同等级的哪来比 前面都相同的 这一个还要再比 这一个为什么不能比 因为你没有告诉我 它是多少 等级相同才有办法比大小 来几位数的旁边写上 它代表等级的意思 刚刚写三个字 再加两个字 写错位置 在这里 我一定要 从最高等级开始比 比到我不能再比为止 对不对 这里相同 这里相同 可是这里还是不能比 我是拿等级相同的再比 我是拿等级相同的再比 好 如果我说 如果我说 这一个是七位数 这一个是八位数 请问谁大 八位数 八位数一定比较大 因为他比他多了 一位数 比他多了一个位数 到底是多了什么 来慢慢来 来 七五四三二 请问一下 跟他等级相同 最小的数字怎么写 写在笔记本 不用不用 写在同一页就好 你说 不好意思 七五四三二 写上去 对 然后呢 请你写一个数字 跟他等级相同 可是最小的 写在这张 那个学习单上就好 七五四三二 我要跟他一样哦 等级一样哦 也就是位数相同哦 可是我要请你们写一个 跟他来讲 位数最小的 数字最小的 再讲一次 来跟他 跟他位数相同的 也就是等级相同的 比如说 六四 七八六 这一个跟他 等级一样 不是吗 等级一样 可是数字比较小 对不对 那我希望你写出一个 跟他等级一样 数字最小 还有人还没写 写出来 自己写哦 跟他等级一样哦 数字最小的 那个是谁 什么数字都可以 写出来就对了 写下来 写下来 写完整 先把题目写下来 七五四三二 你写出来了吗 好 大胆一点 大胆一点 不是写 不是我写的 写的那一个 非常好 配合很不错 你还没写 我的意思是说 我要请你写 七五四三二 跟他位数相同 位数相同等级的 同级的同样啊 同级的同样 我一定比你大 我的等级和这些 要同样 我的数字要跟他来讲 比起来就是 这种等级的数字很多啊 六四七八六 九一零四三 四五六九一 这个等级都一样啊 我要请你们 找出等级一望里面 数字最小的那一个 你写得出来吗 随便写随便对啊 但是你要写出 最小的那一个 你还没写 对 很好 不错哦 大部分人都写得很好哦 很好 很好 都写对 你们很厉害呢 好 没有写出来看了 你们几乎 只要下笔写的都写出来 我跟他等级相同 最小的在哪里 这个要最小嘛 那不是 你一定要有嘛 对不对 你一定要有啊 有的最小不是一吗 对不对 一定要有嘛 对不对 有了呢 后边去四处 你要最小嘛 所以后边一定要想想 同学 这个的等级 我们怎么写他你知道吗 one 这个叫做one 对不对 one等级 one等级有什么构成呢 one的 来这样讲好了 one 再往前会变什么 千 乱讲耶 十万啦 one的晋级会变什么 晋级 one的晋级就变十万了耶 千 千 十万的晋级呢 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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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到五 十亿百亿 之后是什么 一分位 十万分位 不对 十万分位 对 从这里到这里 如果你要从后面 往前面一直走 你一定要做升级的动作 对不对 请问一下它是怎么升的 后面加个零 后面加个零是什么意思 怎么用运算来讲 乘以时 对 乘以时 如果倒退走呢 倒退走就会怎样 倒退走就会降 就会降级 降级 降级要怎么 这样才能够降级呢 除以时的换句话说就是 乘以十分之一 请你把这个表格写一下 写在笔记本上 请问一下 千那一个等级 千那一个等级 比最小的数字是多少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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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一千 我们升级降级 用死来讲 用死来讲 对不对 升级降级 用死来讲 这边要用死来讲 死乘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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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什么 死的三次方等级 所以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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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死的三次方等级 万 诶 对 万 就会 一万 一万 一万的话要用死来讲 因为我们升级降级 用死来讲 所以 这个要怎么讲 死的几次方 四次方 所以万的等级 叫做死的四次方等级 对不对 如果十万呢 再升级 就会变十的 五次方 诶 倒退走你会把它写完吗 自己试 继续把它写完 整个表格都要写 上面的那个等级要写 没有不对 下有对 没有没有 我是那个 你写好了吗 没有啊 那边升级降级都写好了 后面这个都写好了 用死的四方来当等级 你也写好了 这个是用大写的字写 那上面是用等级来写 是这帮使得三次帮 那继续继续继续 我没写 你要写 写下面也可以 你上面如果没有位置写 你就写下面这样 可以啊 死的次方写上去 千等级死的三次方 因为一千 一千是死乘死乘死 既然我们升降级是用十倍来讲 升降级是用十倍来讲 所以我们就希望你的那个急速 衣服放到后面去 我们就希望你的急速 用死的次方来讲 所以 非常好继续 升级降级把它写好 升级降级那个把话 大胆一点哦 要写对位置 签是死的三次方嘛 最好不要写旁边 要写到它的正上方 好 再改一下位置 不然你这样到时 你自己看得看到 写在正上方 写在正上方 下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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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整个图写在这里 最右上角的图 那用 你这样写没有错 可是如果我希望你用死来写 我希望你用死来写 你怎么办呢 我希望你用死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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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我希望你用死去写 我希望你用死去写 你怎么办 我希望你用死去写 在那边 我希望你用死去写 在那边 我希望你去写 你来写 我希望你一年 即可 我先回到这下 被写在那里 来看我这边 乘以时跟除以时 这两个不是刚好电倒变吗 对啊倒变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 既然你除以时跟乘以时是相反动作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说当我把除法改成成法的时候 这个就要写相反了 要怎么下相反 这个是死的一次方 这要怎么写相反 一的相反是谁 再一次 乘以时的三次方 除以时的三次方 除如果把它改成法的时候 表接着要变相反对不对 那什么叫他死的三次方的相反 相反要透过负号来呈现对不对 透过负号来呈现他的关键在次方 对不对关键在次方哦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说次方 因为我们现在说次方 三的相反是谁 负三 负三 再继继续降 变什么 再继续降 负三 你要知道就是说 你看嘛 从这里到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降级是不是除以时 所以这是多少 10除以时变到什么 10除以时变到什么 10除以时不是0 小心 小心 10没有 那这个蛮容易出错的 不知道为什么 10除以时会得到 1 对不对 这个1什么意思 来注意听哦 这个1是这个各位数字里面 等级最小的那个数 这个1 1是代表10 因为1跟高里加10 是10那个等级里面最小的那个数 这个1呢 是100里面100 100里面等级最小的数字 我们用1 那100那个等级 有没有用10的二次方来表示 这样子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这一个10除以时会得到1 所以10的零次方等于1哦 10的零次方是1哦 那这一个呢 再除以时会变什么呢 1除以时就叫做什么呢 十分之一 再除以时呢 百分之一 再除以时呢 千分之一 自己注明一下 自己注明一下 所以 10的负三次方是一千分之一 自己注明一下 好好写啊 好好写啊 你今天精神感不好呢 对 头抬起来 好 所以三四七八九 跟他等级相同最小的数字 就叫做一万对不对 所以这个数字是这种等级 这种等级是什么等级呢 10的四次方等级 所以说这个我要怎么下 才能够呈现出10的四次方等级 3.4789乘以10的四次方 来 自己下哦 来 那个6784375 请把它转换为等级写吧 写在笔记本上 6784375写成等级的写法 重点在各十百千万什么吗 你要先切嘛 对吧 等级相同是什么 对吧 等级最小的 最小的等级是10的四次方 那我跟你等级相同 所以我最后的等级 应该要写到10的四次方 才合理 写一个等级 把他的等级写出来 6784375 把他的等级写出来 大胆一点 写得非常好 这个等级跟谁一样 6784375跟谁等级一样 10000000等级一样 这个等级是10的几次方 5 诶 到底是5还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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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揍一下 我说 好 来 既然他是10的六次方等级 来 我要问你一个比较难的 0.0000007 3 4 5 请你把他等级化 来 我帮你算好了 这有5的0 这样好不好 这有5的0 5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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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0是怎样 0 0的台语要怎样说 5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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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的台语是孔 对啦 不是0 0 0 OK 好 那个广告超成功的 因为大家都记得住 这个要怎么 一样喔 来 请问一下 跟他等级相同 最小的那个数字是谁 要先找出来 跟他等级相同 0 跟他等级相同 最小的那个数字是谁 0 诶 这个数字里面 等级最大的要看谁 7 看7嘛 那看7的话 请问跟这个等级相同 数字最小的那个数字是谁 0 0点什么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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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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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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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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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来如果你写的是 如果你写的是7 3 4 5 那么你应该乘以10的几次方呢 代表他的等级看到哪里去 他的等级看到哪里去 他的等级看在这里嘛 对吧 看在这里是哪一个数字 5嘛 对吧 他等级看到这里 等级看到这里就变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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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他等级看在这里 等级看在这里 他等级看到这里 等级到这里 他看到这里来 你的等级就到这里 到这里你就要数了 1 2 3 4 5 6 7 8 9 所以负几次吗 负 不要再假话 慢慢来 你现在看这个等级 你现在看的是 你是用这个再算等级 用这个再算等级 因为你写7 3 4 5 所以你的等级看的是他 你的等级看的是他 你的等级看的是他 那你看这一个 你用这个来看的话 你是跟这个在比 所以你是0.123456789 你已经跑到9那边去了 所以他是10的负9次方 这一个有呈现出 这一个数字的等级吗 没有 你把它看得太 你把它看得太低了 他的等级不是负9 他的等级是多少 诶 怎么转 诶 怎么转 来 你会转吗 诶 所以有一个原则 对 你要说你的等级 头前这个数字 头前这个数字 头前那个数字 不可以大于是 诶 你希望 你希望后来人说你有7千万 还是你希望人家说你7千万 你喜欢人家讲说你是0.2亿百万 2亿百万 2亿百万 0.2亿百万 你喜欢人家这样讲说 诶 我的身家有0.2千万 这都公平怎么好 2亿百万 2亿百万 你像的比较大 你像的比较大 你还能这样听吗 对不 我身上有0.2千万 1千万 1千万 其实你只有多少 其实你只有多少 2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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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用0.2 要用多少 2 你实际上你真正的等级是百万等级 你根本还没到千了 大概吗 前面的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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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大于1 对 前面的就是数字 一定要大于1 你 你 请问一下 你会告诉人家说 我有 我有五十百万吗 五千万 你会直接怎么说 五千万 你会说我五千万 你不会说我五十百万 你会说什么 说五千万比说五十八万更好 因为你已经二千万等级了 你就直接说我是五千万 你的等级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不会这样说 我们会说你的钱有0.2千万 或者是说你的钱有五十百万 都不会这样说 我们不会这样讲 我也不会这样讲 我们会怎么讲 后面的等级 前面的那一个数字 前面的这个数字 前面的这个数字 我们会说你是0.2 我们会说你是五十 这个一定是什么 2位数的 一定是 大于1 比1大 以前这个数字 如果我把它写A 这个数字一定会比1大 比10小 而且比10还要小 可不可以刚好是1呢 可以 刚好一千万嘛 刚好一千万可以嘛 可不可以刚好是10呢 不可以 是什么不行 1就晋级啊 你这个意思吗 好 所以说你不能 你不能超过10 不能刚好10嘛 不然你就晋级了嘛 对吧 你不能比1还小嘛 你比1还小就会怎样 就会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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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被0点多了嘛 你会被0点多就是你被降的 所以来好好的写 写这一个 这一个 然后这一个 数字加 写在笔记本上 现在都在笔记本写 前面的这个数字 前面的这个数字 必须比1大 可以刚刚好等也没有关系 可是绝对不能刚好等于10 因为刚好等于10 它就升级了 比1小 它就降级了 所以前面的这个数字 一定在1到10之间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比如说 6 7 4 1 2 3 4 这一个 我会把它写成什么呢 然后0.00345 我会把它写成什么呢 自己下 再练习一下 把它等级化 把它等级化 数字加等级 数字加等级 这个就叫做什么 有人知道吗 四个字 我在教什么 你怎么知道 我在教科学记号 科学记号就是一种等级的表示法 为了要能够清楚的表示那个数字的等级 所以说 我们等级前面的那个数字 一定会在1到10之间 对不会刚好是10 因为刚好是10 它就晋级了 它既然已经晋级了 你就把它留在那一级 这样很不公平 就像你考试已经90几分了 又把你留在80几分 这样是不对的 90到100 80到90 90分要放在90到100 那一个等级 因为你已经进到9 9开头的那一个等级 好 把这两个写好 如果你都可以答对 就很厉害了 然后再来 我们要来做一些加剪层除 好 里面有血 肚子抬起来 不要不要不要这个习惯 把黑板来全部写下来 你写不完整 你写不完整 写就把它写对 然后黑板有三体 写到第三体 要是要是 对 等一下 这个不是等于它 你只有写出它的等级 了解吗 不对 这个不对 它的等级没那么低 没那么低 0.0345的等级 你要看三还是看五 对啊 你要看 等一下 0.0345哪一个数字 来代表它的等级 用哪一个数字 来代表它的等级 用哪一个数字来代表它的等级 3才对吧 不是用5吧 对 你要看吗 小心喔 跟它等级位阶相等的是 0.001 不是0.0001 可是我没有教室 因为那个上个乳包 我去看牙齿 欸不对啊 可是我每次上课 下课都会收 下课就收了 那是我去看牙齿纹 我还没有回来 那一天是有两节课 早上下午一节课 蛤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可能是有两节课 一节发 然后第二节课你不在 这样子 等级化 等级化 我不是要答案 等级化 以等级来代表答案 不是这样 来这个怎么写 这个怎么写 你要找这个数字里面最高等级是它 所以这个等级是跟这个对 那这个等级是10的6次方 所以我把这个数字转换整笔就变成 6.74 乘以10的6次方 下面这个的等级最高在这里 对不对 它是什么 0.001 0.001是哪个等级呢 千分位 千分位就是10的-3次方 所以我要把上面这个数字转换成等级 它就会变3.45乘以10的-3次方 再来就是 6 7 8 4跟3 4 5 来这两个加 你会加吗 你会加吗 这样是不能加的 是怎样 对齐是什么意思 对齐是什么 对齐是什么 等级相同 等级相同 对在一起你相交 等级相同才能交 所以你那个3 应该要摆在7的下面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摆那一个等级 一样的道理 这两个等级跟我们一样 等级不一样 等级不一样 你就要先把等级变怎样 等级一样之后 诶同学 这个等级是摆的等级 这个等级是摆的等级 等级摆的等级加摆的等级 还是摆的等级不是吗 除非 对 不然它应该还是在摆的等级 除非它加了之后 超过10 让它 晋级了 否则你的等级是摆的等级 加到最后还是摆的等级 那我们来检查一下 像这个7跟7 不是 不是7跟7 6784跟643 你看你在加的时候 你看你在加的时候 4加3 你有晋级吗 有 是什么没有晋级 没到10 没到10 这两个加起来呢 12 是不是晋级啊 其实你这样说 你事实上事实上 12个10 对不对 你算出来是8加4是12个10 10那一个等级是12 对不对 那10那个等级是12 这样说不好 它明明已经可以晋级了 所以我们才会把1进到这里 就进一个1进去 摆这个等级多了一个1 这样子 好 所以 所以 那这个等级跟这个等级加起来是13 这个是摆的等级 摆的等级加摆的等级 就是13个摆 而不是10的2次方 这个10的2次方 10的2次方加10的2次方 10的2次方 变10的4次方 小心喔 10的4次方加10的5次方 这哪个嘎凯 不是10的9次方喔 不是喔 要改嗎 好 這兩個等級不一樣喔 地位不同喔 地位不同喔 死的五次方是1 1 2 3 4 5 死的四次方 減一個 加起來 五次方等級 對不對 這個沒知道 讓它進級也沒知道 我降級喔 如果是相加 如果相減就讓它降 相加沒辦法 相加我這個等級 跟你這個等級 你加上我沒辦法 你沒有能力讓我升級 沒辦法 沒知道 只靠你沒辦法 但是如果我把你減掉 你就讓我降級 因為我已經是我那個級數裡面 最小的了 只要減掉一點點 我就會降 好 小心喔 所以你要算這個 你要先把它級數變一樣 來 級數變一樣 你要變死的六次方 還是變死的五次方 如果你要變死的六次方 那後面這個就不動 這個等級 我有4倍 這個呢 把它轉成死的五次方 把它轉成死的 那你注意看喔 很重要 注意聽我講 死的五次方到死的六次方 你是不是對它做什麼事情 你是不是對它乘以死 升級的嘛對不對 你要維持數字的相同 你就要做抵消的動作 所以你把它乘以10 這邊就要把它怎麼樣 再一次 慢慢來 死的五次方到死的六次方 你是把它升級了 你從這裡到這裡升級 從這裡到這裡 就應該怎樣 因為你是同一個數字 大小相同喔 你要維持相等 所以你死的五次方到死的六次方 你乘以10 這邊就要怎麼樣 除以10 做相反的動作 才可以抵消 所以這個會變 0.6 再來 同樣都在那個等級之後 同樣都在那個等級之後 你就可以拿4跟多少 它就可以擺在一起 因為它等級相同 就可以直接加 等級相同直接加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 就會變 4.6 再哪一個等級 死的六次方等級 剛剛錯的盯正一下 算這一個 起來 頭抬起來 你不要讓頭在桌上 你就不會睡著 你沒有在做事 你就會睡著 你如果有跟著 你不可能會睡著 你不可能會睡著 把黑板的寫下來 你從剛剛時 都沒有在寫 把黑板的寫下來 你沒有做事情 沒有了 就沒有事情做 就要睡 慢慢算啊 你要知道你在算什麼 把它學起來 慢慢算 把它學起來 你跟上之後 你就可以去算這個 好 等級不同要先把等級變一樣 等級不同要先把等級變一樣 很好很好 很好 很好 非常好 要先把等級 而且而且我發現你們蠻力 我剛剛看那邊很強喔 抓的等級抓的很準喔 就是感覺上你已經知道 他最後的等級會變什麼 像剛剛我也發現 你們這個等級抓的很好 你們不是抓10的5次方 你直接抓10的6次方 雖然一樣都可以算出答案喔 可是你 我的感覺是 我覺得你們好像很很 蠻厲害的 就是你會去看 這兩個數字加到最後的等級 應該會是10的6次方 所以你就直接抓10的6次方 這兩個一個等級是10的負次方 一個等級是10的負次方 最後等級會變10的幾次方 10的負次 比較高的那個等級 所以我發現我剛剛看 看同學是這樣子變等級的 10的負次方把它轉為10的負次方 那你要注意喔 從這個等級到這個等級 你是在做什麼動作 升級喔對不對 乘以10嘛對不對 升級嘛乘以10嘛 所以你這個就要怎麼樣 降級變0.3 然後後面這個就不用改 因為它的等級是10的負次方 等級相同之後 我就可以進行加法 減法都可以 好 如果加起來 我就變成10的負次方 等級是多少呢 2加0.3 2.3 萬一 來 同學萬一這題哪是減法 你的答案要怎麼寫 答案會寫什麼你知道嗎 1.5.7 等一下等一下 先讓你們想一下 如果這裡是減法 答案怎麼寫 負1.7 答案是哪一個等級 答案是哪一個等級 如果是減法 1.7 加法減法會影響等級嗎 不會 不會啦 所以等級人在哪裡 使得負次方 但是它算的是什麼 0.3扣掉多少 0.3扣掉2 所以你講1.7對嗎 你講1.7對不對 1.7是對的嗎 來我答案這樣寫對不對 這樣寫對嗎 你是拿0.3扣2還是2扣0.3 2扣0.3是1.7沒有錯 可是你是用它的相反在扣對不對 所以你要表達它的相反 我再說一次喔 你2扣0.3是1.7對不對 可是你在算的是 剛好是算它的什麼 相反動作對不對 說過你的答案應該就要 呈現出剛剛那個答案的相反 所以0.3扣2 那就會變什麼 負0.7 負1.7乘以它 這一個 先下課休息 你說